好 现在我们来讲第二圈 第二圈呢 我们就是立一 二 三 立三个辫子针 然后绕线 在这个同一个洞里 看一下啊 你刚刚好像斜后跟的时候 就是勾错了 勾歪了 然后我就没找到斜后跟的位置 我们在同一针的位置里 在同一针的位置里 穿针进去 然后带线出来 然后绕线 勾长针 这个就是起立针和引拔针 是在一个地方了啊 是在一个洞里 然后我们要加针 我们绕线 还是在这同一个地方 还是在同一个地方 再给它勾出来 一针长针 勾出来一针长针之后呢 我们 我们还是在三个辫子针之后 第一个长针 这个是第一个长针 上面的辫子针里 上面的辫子针目啊 勾出来 扣上记号扣 扣上记号扣之后 我们绕线 在左边啊 我们现在 现在勾的就是 能看清楚 我们在第二个 这个是第一个长针 我们这 现在是第二个长针 然后直接穿针进去 挑的是两根线 挑的是上面这个V字形 能看清楚吧 然后 我们绕线 勾长针 绕线 在同一个位置 再勾出来 一个长针 好 现在勾出来两组了 这就是一个V字形 就是一组 两组 然后第三组呢 我们就在这个 橙色记号扣的位置 然后绕线 在橙色记号扣的位置 也给它勾出来 两个 长针 绕线 就是同一个洞里勾的啊 然后绕线 好 现在三组勾好了 勾好之后 我们拿出我们的记号扣 在这个第三组 最后一针 这里还是给它 扣上记号扣 这里一共是六针 我们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 一共是六针 这个是对的 然后我们绕线 在下一针里 勾不加不减的 长针 这就到了中间的区域 不加不减的区域 就是一针对应一针的勾 一个针目里面 只勾一针 这里不用加针了 然后绕线 下一针 勾出来 一个长针 我们一共是勾八针 勾到这个紫色记号扣的位置 停下来 好 现在到这个紫色记号扣的位置了 我们可以数一下 数一下从这个地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共是八针 一共是八针 这里就是 这里就是够了 我们不加不减的区域就够了 然后取下这个紫色的记号扣 我们要到鞋头 开始加针了 绕线 在这个第一针里面 加针的第一针 然后绕线 带出来 勾出来一个长针 然后我们拿出 我们的紫色记号扣 拿出紫色记号扣 把它扣上 扣上 这个就是 还是夹针的位置 我们绕线 在同一个针目 这个我们这是一个长针 是吧 然后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再给它勾出来 一个长针 就是每一针里面都要加一针 然后绕线 到下一针的位置了 我们看一下 下一针的位置 好 绕线带出来 勾出来一个长针 然后再绕线 还是在同一个针目里 再勾出来一个长针 再绕线带筹 再绕纺纪 再绕约 再绕红 再绕线带